人口数逐年增加的五节乡 为了让更多亲子伙伴 能够走出健康 配合植树活动 举办生存之道 110年五节乡植户树 即亲子践行活动 在3月7日举行 五节乡长省的茂表示 这项大型群聚活动 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与宜兰县政府防疫标准举办 经过中央与政府提供调查表 我们对调查表的所有的规定 群聚环境的通风整个状况 在风险上的评估是低风险 所以也可以来办 有关主事节这件事外的活动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的认定 所以我们的乡亲要来参加 应该在这个环境里面 应该没什么问题 沈德茂乡长表示 近年来五节乡公所在代表会的支持下 以小和文化 走独五节水镇的人文风情 深受居民和旅客的喜爱 在河道两旁植树 增加核域景致 提升五节永续发展的能量 所以我们今年的竹树节 就把这个种花的 种树的某一些部分 就开始做适当的这个种植 希望大家就这个 除了可以有带着生态观光旅游的 这样子的效果 也可以提供我们乡亲的这个生活上 有一个清晨上 都可以做到更多的一个参与 跟对生态 跟这个风景环境的一个 这一个享受 希望基督在五节乡都能是一事一机 这项植树树生存之道行动 也获得代表会的全力支持 每一年在这个三月 这个春天这个开市 都是有办这个植树节 五节公所回来 我们在我们的南洋西的提防 我们以前所种的植树节 所种的籍外 跟刚才我们行政 新行政所说的 我们五节这个五月发展 这个两花的 以前的籍外 现在都有看到成果 我们在这里也要 和应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多种树 少坎树 接种树 比较不要凑树 来维护 我们经过 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五节乡公所进一步表示 今年的植树亲子践行活动 路程有三公里 代表会特别指示 要赠送参与民众 一条心愿力行 亮丽五节的毛巾 给灰汗淋漓的乡亲 此外配合邻区管理处 制赠原生种植物 民众要携带三张未预期的发票 一起行善做公益 活动前会发放 连阵防疫宣导笔 让大家填写实名登记表 走出安全 走出健康 五节直述活动 翻队计料 等你来 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